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 自立 慕小姐求见 让她进来 真是可惜呀 一个东西都没上 那我以后 都不知道 还能不能再见到你 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我们今天两清 慕小姐 话别说得那么慢 我想 你一定会想再遇见我的 我不是来和你聊天的 我的东西呢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记得里面有一段 写得特别好 情真义切 好好好 我不说 但是我觉得 你爸爸可真不是个东西 这儿子刚死 就带着老婆的丫鬟 还有他的私生 登堂入室 真的不像个父亲 我家的事用着你管 我把赌注 下在你身上 你是想和我做交易 聪明 没错 我就是想与你做个交易 只要你从木家 帮我弄出军饷来 日记本我就还给你 你未免太高看我了 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 帮不了你 好 那你最好尽快做决定 不然 那些个小报的记者 已经要花大价钱 买你的日记本了 我怕 我忍不住金钱的诱惑 你还给我 不给 怎么了 怕了 你别过来啊 看到这些伤疤 给我留下这些伤疤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死了 怎么办 练红了 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无赖 我一向认为啊 这是我的众多优点之一 说吧 你要多少句想 五万大洋 不过才五万大洋啊 我还以为多少钱呢 是不是我给了你钱 你就可以把日记本还给我 听穆小姐的意思 财大气粗啊 厉害 不愧是上海第一大亨的女儿 区区五万大洋 都用不着穆家出钱 我妈妈的赔价就付得起 等我筹到了钱 我再联系你 到时候我们钱获两清 怎么样 原来我老婆这么有钱 我现在 都有点舍不得让你走 少有嘴话声 你最好信守承诺 我 对你 只少有望 从不来着 等我电话